大家好,我是老五 因为老五今天把这个狗舌要打理一下 所以说都把这狗狗暂时关到笼子里一个小时 然后打理干净啊 再把它们放出来 你们要在里面听话啊 很快的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宝宝 都出来吧 地干了 都出来吧 都出来吧 地干了 哦 星星跑出来了 出来呀QQ 都出来吧 都出来吧 地干了 现在你们可以在外面玩了 这个地要给家人们看一下 现在已经很干了 狗狗们可以在外面玩了 喝到 笑笑 棉花开不开心的 我给你们打的干干净净的 哦 乐乐开心 乐乐过来了 小黑 开不开心的 啊 你看我给你们打的干干净净哦 一点垃圾都找不到 哦 你看猫猫开心的 猫猫出来还在外面玩的 啊 这些狗狗们都很开心 星星 谢谢 谢谢 嘿嘿 谢谢 谢谢 猫猫 过来了 哦 大宝猫猫猫 过来了 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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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过来 来 给我握手啊 猫猫给我握手啊 哎 好 哦 把手伸了 猫猫怎么这么好啊 啊 哦 你看个小屁孩高兴的 耶 耶 嘿嘿 还喜欢小花 小花不要咬他啊 这小屁孩 大家别看着小 老五昨天撑了一下 他现在有12斤了 也就说6公斤 哦 开心的 不得了 哦 他要跟QQ玩 要跑屋里面去了 哦 笑笑 嘿嘿 汪汪 你在笑吗 汪汪 汪汪每天也是很开心 每天张着嘴巴在笑 嘿嘿嘿 丑丑 往这看啊 丑丑 哦 跑掉了 又跑掉了 嘿嘿 好好好 草莓 往这里看啊 往这里看小胖孩 花牛跑这里来晒太阳来了 花牛 晒太阳的嘛 嘿嘿 丁丁 你又进去干嘛去了 这只宝宝又跑进去了 这个毛毛啊 老五每天都在夸毛毛毛毛毛真的特别好 把这一帮小狗狗带得也很好 也不欺负任何人啊 这只宝宝又跑进去了 这只宝宝又跑进去了 这个毛毛啊 老五每天都在夸毛毛毛毛毛毛真的特别好 把这一帮小狗狗带得也很好 一只狗狗 这个狗狗有时候也喜欢喝点玩 哦 这只跑这儿来了 这宝宝 大家看一下啊 长得很快的 小袋袋 这个丁丁啊 老五给大家看一下 丁丁就回来时候很小的 也是一点点 现在长那么大了 我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丁丁 他只顾着玩了 猫毛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没一次只要我坐这里 猫毛立马就跑过来 哎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啊 看一样 看一眼睛呢 还给我看一下 猫猫怪不得聪明 眼睛长得就和别的狗狗飞一样 滚来滚去的啊 是不是猫猫 你还不知道躺着那个像小孩一样 现在玩去吧 他现在玩去吧 听话去吧 玩去放地 玩去吧 这个猫猫比较黏人 特别欺人 现在玩去吧 好好玩 他好了他不愿意走 走吧去玩去吧 大大不要欺负他啊 大大 其实一直一来啊 有很多家人都说老五 老五啊你每天太辛苦了 还要打点卫生 还要照顾他们 等等 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今天老五也随便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大家说的 确确实实是那样 老五一般都是早上六点 或者是六点半起来 起来第一时间就是给他们搞卫生 然后搞完卫生了 就开始给他们吃东西 吃完之后啊 老五要仔细的检查每一只狗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狗狗有没有拉肚子 我家现在有几十只狗狗 这个狗呢也是不断的脱毛 他的毛发很容易到狗狗眼睛里面去 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的话 那个狗毛到眼睛里面呢 狗狗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做到 家人们都知道 其实大部分出镜啊都是老五在出镜 其实会会啊在后面也很辛苦 你比如说做饭呢 搞卫生啊 搞卫生啊 大家都知道老五的身体啊不好 会会啊一直是和老五一起啊 来搞这个卫生 包括喂狗狗也是一样 会会啊也是在帮老五一起喂 猫毛孩子 谢谢大家 毛毛今天把我累快了 我要去休息啊 你帮我把这帮小毛孩照顾好 好不好 看着别人们打架啊 都要互相欺负知道吧 你要把这个头儿带好 要听话啊 我给毛毛握握手呢 把手给我啊 好 给毛毛握握手